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這幾天很多人告訴我好冷 的確這個時候就是在小寒跟大寒的中間 本來就是最冷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衛星雲圖 基本上我們台灣有一點水氣在附近 所以北部陰沉偶飄雨 但是比昨天稍微乾了一點點 這個冷空氣在慢慢減弱當中 預計明天開始會逐漸的緩回溫到禮拜四 不過要特別注意 北方還是有冷空氣開始暈亮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會比這一波有機會來的更冷 請大家稍微注意 我們把這個溫度別的上去 可以看到很清楚 未來的這個溫度的變化 未來幾天溫度會有6月的回溫 但是各位看到20號 21號 又有一波又會衝下來 所以預計那波目前來看的話 低溫可能空曠地區低溫下看10度 台北都會地區可能12 13度 請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大家很關心過年的天氣 其實現在來說的話 還是有一道不一樣的看法 一道是北邊冷空氣直接往日本這邊衝 那一邊是直接衝下來 所以預期過年 應該目前怎麼來看的話 在過年6天的期間 可能前後都會遇到一波冷空氣的影響 所以這個時候要特別留意的 建議大家不要說一直期待等到暖冬 其實過年很長 一定會遇到一波冷空氣的影響 所以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它的變化 其實最近一定要特別留意日本 日本遇到很強的冷空氣加上 水氣的影響蠻大的 那台灣未來這幾天要注意 新的一波冷空氣會逐漸下來 就是在這個禮拜五禮拜六的 到禮拜天的這個時候 低溫可能下看10度 到下禮拜還有一波還是會有冷空氣 就是一波一波的影響 這個是整個氣流線的變化圖 加上水氣的變化 我們再用溫度給大家來看一下這個變化 很多人看這個冷空氣 這個顏色暗紅的就是冷空氣的範圍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台灣未來這幾天明顯的開始回溫了 各位可以看得清楚 18、19號等於是說接近到20度的高溫 北部都會地區 可是各位看22、21號 你看冷空氣又衝下來了 10度 目前來看空曠地區有機會拉到10度 請大家留意一下 就禮拜六禮拜天的清晨 那另外呢 就中國的這個東岸 東北這邊 真的好冷 一直到日本跟韓國 你看這個地方 真的很冷 所以特別還是提醒大家 如果有旅遊到東北亞的話 一定要特別留意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過年期間 這個上海離台灣很近 大概飛機一個多小時 但是你看溫度都差得好大 所以這幾個地方 冷空氣下來的這個路徑的範圍 這個落差會蠻大的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們再給大家看到這2月初 這是現在的預測 這個其實每天的變動空間 因為離現在還將近兩個禮拜 變動空間都很大 預計底到2月初 有一道冷空氣直接衝下來 衝下來 這次這波可能會稍微強一點點 這個就有一點 像是這個Omega 或是W這樣的一個走向 這個就是冷空氣要開始發威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在冬天最冷的時候 常常遇到的這種情境 請大家要特別留意 還是提醒大家 如果去旅遊日本的話 一定要特別當心 要做好各種安排 預想的安排 可能受到延誤的距離很大 那台灣的天氣 其實這幾天 明天開始慢慢轉為偏 有點東北到偏東風 所以溫度就開始回溫 那中南部還是要留意空氣品質 風速比較弱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這18、19是在回溫的 所以你要曬洗衣物 你看雲量都很少 要曬洗衣物 曬棉被趕快蹭這兩天 但是到了20、21日 你看又不一樣 整個氣流的風向 又不一樣的 直接就這樣衝下來了 這個是真的會很冷 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這個厚重的衣物 還沒有準備好 要準備一下了 那到了下禮拜一、二 慢慢就開始緩回溫起來 所以最近這一個禮拜天氣變化 兩波連續頭尾夾擊 這個真的要注意健康 那未來這幾天 其實東北部 明天的東北部 可能有些局部 零行短暖陣雨 東半部雲量比較多 靠山區偶飄雨 大致上都還不錯 請大家好好珍惜 未來這幾天相對回溫的天氣 所以明天來說的話 大致上溫度 北部還是有點涼 不過慢慢開始回溫 低溫17 高溫20度 那中南部可以到24度 所以其實慢慢開始轉為 多雲的天氣 空氣品質只有南部 是高頻區域 是敏感族群 是不健康的等級 其他地方都不錯 所以明天是慢慢回溫的 後天應該還會更多 請大家好好珍惜 我們最後給大家一點建議 冷空氣逐漸減弱 緩慢回溫了 週二、三四慢慢的轉晴 北東略陰塵 所以請大家務必要好好掌握 未來這幾天稍微回溫 趕快晒息一下遺物 因為過年前 要不是遇到冷 或是就遇到有下雨 這段時間真的比較難得 請大家好好珍惜 那下一波強冷空氣 週四晚上到週五凌晨的時候 會逐漸開始暴到 持續影響到週日 這波可能會比前幾天 這波還要來的強 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注意年長者的健康